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2月2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纽报28日报道 一名来自该国贝特西安市的75岁老人 在接种美国辉瑞公司的疫苗2小时后死亡 这名男子于当天早上8点半接种辉瑞疫苗 并按照有关规定完成了留院观察 在留院观察期间 这位老人并未出现不良反应 于是回到家中 然而约两小时后 该男子突然失去意识 后被证实死于心理衰竭 据以色列卫生部门官员通报 初步检查并未显示 这起不幸事件与疫苗接种之间有联系 他们介绍称 这名男子患有活动性心脏病和恶性疾病 曾多次心脏病发作 据悉 卫生部已组织案件调查委联会 由卫生部安全和质量司司长领导调查 卫生部称 我们和逝者家人一样悲痛 初步检查并未显示 这起不幸事件与疫苗接种之间有联系 并补充说 疫苗接种仍将继续 据了解 当地时间12月19日 以色列总理列塔尼亚胡 公开接种了新冠疫苗 成为以色列的首位接种者 他承诺称 本月底将有数百万剂辉瑞疫苗 运抵以色列 并敦促所有以色列人去接种疫苗 早前有多个报道表示 有疫苗接种者在接种疫苗后出现过敏反应 据美国疾病控制于防中心CDC的数据 在截至12月19日已进行的272,001剂疫苗接种中 有6例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 医学博士胡赛因·萨德尔·扎德 在接受疫苗注射后几乎立即产生了反应 他报告感到头晕和心动过速 美国神速行动工作组的首席科学顾问 Monsef-Slowie表示 辉瑞的新冠疫苗引起的过敏反应比预期的更多 BioNTech首席执行官乌古瓦·沙辛 最近表示他们与美国辉瑞药厂研发的疫苗 可能有头痛、手臂疼痛、轻微疲劳等副作用 不过一两天内会消失 据他表示每5万人有一例过敏症状 在谈到英国出现的新变种新冠病毒 他表示辉瑞BioNTech疫苗有信心能够有效应付突变病毒 不过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科学家们目前正聚焦于该疫苗中一个潜在的罪魁祸首 合成的聚乙二纯 简称PEG 据科学杂志报道 一些含有PEG的药物偶尔会导致过敏反应 这种化合物据称也存在于莫德纳的疫苗中 阿拉斯加有两名医护人员 在接种辉瑞疫苗后出现了不良反应 最早的一次过敏现象发生在12月15日傍晚 工作人员过敏反应严重 被送进了ICU 据卫生官员表示 该工作人员为中年女子 没有过敏力士 但出现了严重的威胁生命的过敏反应 据称在接种之后10分钟 这名女子就感到脸部发红 之后症状恶化 心率加快和呼吸急促 被送往医院急诊室 医生给她紧急注射了肾上腺素 病人症状在短时间内减弱 但随后又重新出现 英国也发生了至少两例对辉瑞疫苗的过敏性反应 英国卫生当局随即发出警告 严重过敏症患者最好暂时不要接种疫苗 副总统彭斯在12月18日 接种疫苗的电视直播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来自田纳西州的护士刚刚注射完疫苗 回到媒体前接受采访 他说我们都很兴奋注射疫苗 现在感觉很好 手臂上的疼痛也消失了 他随即抚摸自己的脑袋 说有点头晕 然后努力地睁大了眼睛 试图清醒 然后身体就往左边开始倾斜 左右的人赶紧过来辅助 护士直接就失去意识 晕倒过去了 被医护人员放平到地上 这个过程被全程直播 不过他晕倒与疫苗无关 他表示自己感觉痛楚时就会头晕 应该是注射时胳膊感到的刺痛 第二波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加拿大 美国知名流行病学家 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安东尼福奇表示 12月份是美国最知名的月份 在过去的26天里 美国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6.3万例 远超过11月累计死亡病例3.6万例 对于加拿大 12月份同样是疫情最严重的月份 直到最近几天 加拿大的新冠疫情7天平均新增病例数曲线 才开始呈现放缓趋势 加拿大因新冠感染而死亡的人数 目前已经累计超过了1.5万 安省从昨天开始全省大封锁 而BC省的全省有限封锁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从效果来看 BC省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BC省最新的疫情数据建模 显示在BC省实行新的限制之后 BC省病例在11月中达到顶峰后 开始逐渐放缓 亨利博士在上周三介绍了新的流行病学模型 表明BC省实施限制社交聚会的新措施之后 全省第二波大流行病已经开始放缓 11月份全省实施新的限制措施后 各个年龄段的感染病例都在下降 11月中旬感染达到高峰后 出现了平稳甚至小幅下降 其中0-9岁的儿童病例数仍然最少 BC省大多数感染病例 人和已知的社区爆发人群有关 大多数感染风险也是和已知病例有关 不过BC省民众并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明年1月也许会迎来新的高峰 安东尼福奇博士表示 美国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出现季节性的激增 因为圣诞节和新年假期 可能会带来新一波疫情高峰 此外 新变种新冠病毒在英国肆虐 英国今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1,385例 首次单日突破4万例 新变种病毒已经出现在加拿大 可能会导致加拿大的疫情更加糟糕 另外 据加国超市集团 Loblor Companies LTD 最近两天的网站信息 该集团旗下在大温有5家超市 最近有员工确诊 其中位于温哥华3185 Grandview Highway的 Wear Canadian Superstore超市 最近有员工确诊 确诊员工最近工作的日期是12月18日 位于温哥华1650 Longstale Avenue的 Your Independent Grocery超市 最近也有员工确诊 确诊员工最近工作日期是12月19日 位于高桂林3000 Low Heigh Highway的 Wear Canadian Superstore超市 最近有两名员工确诊 确诊员工最近工作的日期 分别是12月18日和12月24日 位于兰里19851 Willow Brook Drive The Real Canadian Store超市 最近有两名员工确诊 确诊员工最近工作日期 分别是12月17日和12月21日 位于Appsford 32390 South Freezer Way的Sherpers Drug Mart 超市最近有员工确诊 确诊员工最近的工作日期是12月25日 菲莎卫生局今天表示 大温有两家养老院爆发疫情 一家是位于本拿比的Rido Retirement Residence 五名住户和两名工作人员确诊 另外一家是苏里的Brookside Lodge 两名工作人员确诊 菲莎卫生局正在和这两个机构合作 向两家机构派出了快速响应团队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疫情 限制访客访问 限制员工和住户的活动 加强清洁和感染控制 增派人员有一次对住户的照顾 每天两次对所有员工和居民进行测试等 加拿大移民 难民及公民部IRCC 近日更新消息称 原计划定于本月底进行的2020年度父母 祖父母团聚移民名额抽签将被推迟到2021年初进行 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IRCC在网站上仅表示 此次抽签原计划要在12月底前完成 但因为一系列原因而导致了延误 IRCC特别指出 导致延误的原因中包括 目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 IRCC在今年10月13日至11月3日期间 开放了2020年度的父母 祖父母团聚移民的担保人申请 在此期间 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可以通过递交表格的形式 向IRCC表达想要资助父母或祖父母移民到加拿大的意愿 申请时间结束之后 IRCC本打算今年从中随机抽取1万个担保人名额 允许他们为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递交移民申请 担保人本有望在年底获得邀请 并在明年初收到申请文件 但现在IRCC在网站上特别指出 因为今年申请项目的开放时间要晚于往年 而且目前有许多超出我们控制的事件仍在继续 例如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等 因此待抽签之后 被抽中的担保人将会在2021年初才会收到邀请 我们将继续在网站上更新进一步信息 收到邀请的担保人有60天时间可准备材料 将申请递交给IRCC IRCC之前宣布 2021年的父母 祖父母团聚移民名额 将会比今年大幅增长 届时将邀请3万名担保人 为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申请移民到加拿大 同时IRCC表示 加拿大公民及永久居民还可以通过超级签证 让他们的父母及祖父母来到加拿大探访 签证有效期可达10年 引地小李子在江大阿尔伯塔的家要拍卖了 看到这条新闻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等等 他竟然在江大有房产 啥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原来他是小李子在拍摄荒野恋人时暂时居住的地方 并不是小李子自己的房产 果然名人效应就是不一般 引地赞住过的房子准备卖了 阵仗都特别的大 据悉 这座即将拍卖的豪宅 离卡尔加里市中心只有20分钟车程 地址是209 Pinnacle Ridge Place SW 房屋面积为13359平方英尺 共有7间卧室8间浴室 占地2英目 该房产目前以850万的价格挂牌出售 竞标将于1月22日开始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